就是不是很熟的人 都會當愁當自我面講 蛤 你這樣遠距遠這樣OK嗎 她應該在旁邊都有傍碟的女人吧 女生我覺得分享還是要傾聽 一眼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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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如果假使真的不限我這種吵架 都是女生可以開始 變成好去急 我是說整個 哈囉大家好 我是最老王美丹妮表姐 因為她跟我爸媽就沒辦法溝通嘛 所以她現在就發奮去學中文 然後 但是因為美國教的中文 就是大陸人教的 所以他每天都在那邊跟我 早上好 我真的覺得有點煩的感覺 就是說 是早安 他就變成一個大陸腔 有點煩 前陣子就是有朋友 然後他老婆就是 一整天要排一千個行程 他就覺得我人都到這裡了 我花這個錢花這個時間 我就一天要排一千個行程 然後我那個 我朋友是男生 然後他就是屬於 一天就是兩三個就好了 但是因為他 他就聽於老婆的話 所以他就被拖著要去一千個行程 然後他就覺得很累這樣 我就覺得 跟我的另一半剛好都是 一天就是 兩三個行程就可以的人 在環節的時候想要是一個空檔 我說 要不要先睡一下 他說好啊 然後就 就個水可以 就睡著 我覺得應該就變更熟 大部分遠距離時間 就真的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一見面就覺得 好像很熟 但是好像又有點不熟這樣 但相處完之後就 那這次又更熟了 然後更熟的地方是 我跟他都是 狀號 我們兩個都是 喔好啊好啊 沒關係去哪邊的人 所以兩個狀號之餘 就一定要有一個人產生意見 就是要去哪 只是在美國就他嘛 但在台灣就只好是我產生意見 所以我就覺得 喔這腦痛苦 我最討厭發號失定 可不可以 跟我講你要去哪 我就說喔好 所以最後你們才選 你的花蓮 沒有我們就狀號 我們就徹底性的狀號 我們都是屬於 喔好啊好啊這樣子 我覺得一定就是要很 很相信對方嘛 然後遠距一定 應該一直來 就會對為人詬病的就是 很多網友就會留言 他們可能會出於關心 或是出於看你睡 他就說什麼 哎呦 那麼久沒見你寶寶 劈頭或歪遇 我跟你講我連在私生活 就是不是很熟的人 都會當著我的面講 蛤 你這樣遠距你這樣OK嗎 他應該旁邊都有躺別的女兒吧 我覺得最大的共識就是 你一定要就相信對方 因為 全世界 哪一對離婚的夫妻 不是睡在隔壁的耶 還有就是見過就是睡隔壁的老公 還是在外面生出新的小孩 所以根本就沒差 就是距離不是 外不外遇的關鍵因素 我覺得自己心態要健康 然後當然也是要跟可靠的人 因為不要懶惰 要努力去分享 就是要努力去分享一些什麼新聞 看什麼國際新聞什麼的 或是台灣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問他的意見 然後通常如果比較懶的人 覺得你一整天到家 為什麼還要講這麼多話 可是這樣不行 你這樣久了久之 兩個人就會 就會不話可聊 就會變成那種 就是出去吃餐廳 然後兩個就是這樣 各做各花手機 覺得不太健康 但是喔 除非你的男朋友 真的是那種 超級無敵M的人 不然女生我覺得分享 還是要傾聽 不要一直 然後很多以婚男生 就是到家之前 都會在車前 坐個15分鐘或10分鐘 然後進家門之前 還有 深呼吸一口吸 就一進家門什麼 老婆的 我跟你講 很多男生有這些心情 所以女生在 爸爸爸爸爸爸之餘呢 可是要多聽對方講話 就譬如說我們講到 以後未來買房子的話 他說他自己欺油漆 我說蛤 我說油漆不是請油漆工就好了嗎 他說我為什麼要付錢去給別人做 一種會做的事情呢 然後我就覺得是怎樣 就以後我們兩個在那邊敲敲打打嗎 然後 像買IKEA 他去買IKEA的東西 像IKEA的台灣我覺得 請他來組裝的費用我覺得 我覺得非常的合理 對 如果你幹嘛不找他來組裝 你為什麼要自己裝那個沙發 然後他就一講那個報價 我就 哇靠 哇那真的要自己裝 美國人真的太貴了 就是如果以後真的 買房子幹嘛的 感覺家裡面又很多 修善就我也要 就跟著下海 對 可能有天就看到我 又錄一個Vlog 我就是 就是站在那個T字上面 然後 對這樣子 就譬如你們這次吵架 一定要有一個 就一個結果 譬如說夾死好了 你為什麼 昨天抽跑聚業店沒有跟我講 沒有啊 我就朋友約約 想說你睡啊什麼的 但是他就 譬如說他的理由聽起來不合理 但是你不能 合理化他的不合理 就譬如說 喔好他真的可能真的忘了什麼事 或是他一天沒傳訊給你 不行 這都是警訊 我覺得如果夾死 真的不限有這種吵架 都是女生可以開始滑膠 軟鐵的好契機 我是說真的 但如果是健康的關係的吵架 的話就是要 吵出一個結果 不要就是兩個人生氣去睡覺 不要吵出一個結果 他們很求方便 都用一些很方便的東西 然後我每次看了都頭皮發麻 因為那個東西就是 很毒 反正我也快退休 我再講些話也沒差 很多人的文案不是 記憶 然後我說靠超爽的耶 是經紀人帶寫 我就照超